好 同学们大家好 又见面了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分享关于新设备上架到底要配什么相关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那我们之前说过修改主机名配这个晶苔路由以及呢我们说配管理地址 那我要想登到这个设备上经远程操作它 我到底要干什么呢 请大家注意啊 远程登录设备的话呢 通常来说呢有三种方式啊 web界面就是通过网页的形式 第二个呢叫tailnet 第三个是ssh这三种 web界面是最容易理解的 一般甲方的管理人员呢 尤其他们信息化的负责人呢 都喜欢呢通过web界面网页的形式呢登到设备上 平时呢也方便看一些东西 或者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修改 那但是呢我们在web界面这个环节呢一定要注意我们通常来说呢 要关闭http登录 再次强调关闭http登录 开启https登录 什么意思啊 好 就是http啊 它是不加密的 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中呢不加密的是不安全的啊 我们甲方是不允许用的 所以要关闭普通的不这个非加密网页登录 主要关闭掉的啊 要开启什么呢https这个https呢 它是通过ssl进行的一个数据加密 所以中间呢就算是被黑客的截取到个信息 也不可能看到你的密码啊 所以这个设备呢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啊 所以这一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另外两点呢 一定要关闭telnet啊 关闭telnet打开ssh 什么意思啊 哎 一个道理telnet和ssh啊都是命令行的远程登录 但是telnet它是不加密的啊 不安全 所以现在甲方一般我们也不允许用 要关闭telnetssh呢是加密的远程登录 所以这种方式呢非常的安全啊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 关闭http 打开https 关闭telnet 打开ssh啊 这是我们远程登录的时候呢 开启的功能必须要做的 好吧 啊 行 那本章咱们就分享到这 一会儿 concert 有空再给你们讲一起 好吧啊 如果大家有问题 私信我或者联系我的下方的小助理啊 提供更多的题材 有空呢 我给你们继续做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同学们